这是去黄果树的吧 黄果树瀑布是吧 不晓得 你们也是刚逛完出来的是吧 那应该是吧 我先从这个步行道走路下去 然后再坐那个电梯上来 大瀑布步行入口 从这里步行下去 然后上来的时候可以坐那个手扶梯 我现在是走这个步行道去那个黄果树大瀑布 然后上来的时候再坐那个手扶梯上来 现在已经听到了那个大瀑布的声音了非常香 这是一个观景平台 好多人在这里拍照啊 都是带着那个花圈 我们已经往上走 拍完道请迅速离开 哇塞 哇哦 好漂亮啊 观布台 从这里下去 应该是到那个大瀑布下面 更加靠近那个瀑布 感受一下它的雄伟壮观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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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数码快上一分钟曲线 一分钟就可以拿照片了 但是价格应该很贵 终于下到这里了 黄果树大瀑布下面 那个小水花飞过来 就像下毛毛雨一样 哇都要穿鱼鱼了这里 下面还有一个台阶在那里拍照的 应该可以往上面那山上 还可以去那里看 但是有那个雨垂上去 应该要穿鱼鱼了 越靠近这里那个水花就越大 他们都穿鱼鱼了 怕弄死衣服 我也买了鱼鱼了 但是不想穿 现在我觉得这个水还不够大 这个全身了 哇 现在我继续往上面走 上面还有一个很高的观景品牌 这一群大麻好可爱啊 现在我要继续往上面走 往上走就是一个叫水莲洞的一个地方 上到越高那个水就越大那个水花 看来我也要穿鱼鱼了 我现在已经穿上了鱼鱼了 现在准备去那个水莲洞那里 哇 像下雨一样好大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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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上来了 前面这里就是了 不用谢谢 前面这里水莲洞不能进去 前面这里水莲洞不能进去 可惜了 天心洞不能进去 水莲洞也不能进去 水莲洞是应该沿着那里 往往那边那个瀑布那边去走的 就是穿过那个瀑布以后到对面那里去 但是现在已经封闭了 真是太可惜了 不过在这里看这个也很漂亮了 爬了这么高上来 没想到这个水莲洞还是不能进去 真是太遗憾了 那个水莲洞还在工地维修中 我进来的时候特意买了那个雨鞋和雨衣 而且还被坑了 来到这里竟然用不上 现在往前面走 前面那里有一条铁索桥去看一下 好多人在那里拍照 哎呦好遥啊 这个铁索桥 恐高的人就不敢走啊 一群大妈又在这里走 前面那里是哪里去看一下 我也不知道 但是有很多人往那边走 前面那里是哪里去看一下 过来瞧这边 这条路也是通往那个瀑布那边的 只不过是在刚才那边的另外一边 现在去那个瀑布那边 从不同的角度去看一下 哇这个环境好美啊 这边比较少圆过来 这边比较少圆过来 你看对岸那里那边好多人啊 这里是更加靠近的 离那个瀑布更加近 离那个瀑布更加近 哇 那个风是往那边吹的 刚才我上到那上边那山顶上面了 那边那个雨花 那个水花都往那边吹 这边没有那个风向没有往这边 所以这边很近 但是没有那个水花 从这里到大福地那里还要走一两百米 真的有点累了 今天走了几个小时了 这里还有一个大平台 过来看看 两边有好多那个许愿牌啊 一个大铜骨在这里 一个大铜骨在这里 敲三下二十块钱 售票处 售票处 买一张票 一个人吗 对 要用现金 不能用微信吗 对我们微信系统带了 那算了 可以 多少钱 一个人三十 一个人三十 天心少 人家后面的客户都看到了 嗯 这是我的客户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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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往上面走 现在涨价了 听说以前是二十块钱一次的 现在变成三十了 啊 好高啊 这个电斧厅 好长啊 这个电斧厅 好长啊 嗯 哎呦 人家 那今天都要吃 一个肩膀 有蛤 终于到了